台长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学佛度人 台长告诉大家很多的人生的几句话 但是可以把一个人生的一生描绘得清清楚楚 人生如果你去帮助别人 你去助人 你是一种储蓄 如果你吃亏 那是一种积累 如果你懂得谦和 那你就是一种修养 如果你懂得宽容 那你就拥有了一种境界 你如果是冷静的人 你就是拥有了一副良药 如果你嫉妒别人 你就是心中有一只独剑 如果你这个人非常容易冲动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魔鬼 台长跟大家讲 人生一辈子就是一张纸啊 我告诉你们 这张纸你们听好了 人生一辈子就是一张纸 人生出生的时候是一张纸 出生纸 对不对啊 这句话叫 出生一张纸 开始一辈子 毕业一张纸 打工一辈子 婚姻一张纸 折磨一辈子 做官一张纸 争斗一辈子 金钱一张纸 辛苦一辈子 荣誉一辈子 看病一张纸 痛苦一辈子 道辞一张纸 了结一辈子 所以台长最后再给你们加两句 看穿这些纸 明白一辈子 忘掉这些纸 快乐一辈子 所以你们 做人要学会跟智慧的人在一起 会变得越来越智慧 台长有一些小智慧 我也希望把这些小智慧贡献给你们 让你们也学会快乐一辈子 我们学博人要懂得 你学得再多 你在人间想得再好 你如果不去做 不去行动 那你永远都不会超越自我的 所以永远就是在原地踏步 所以有些人做生意 一辈子就是理想 我要做大 我要做大 一辈子还是那个小铺子 所以永远不会超越 努力的修行的人 就会跟别人慢慢的境界拉开距离 所以很多夫妻双修 境界一起生 有的人老公修了 老婆没修 慢慢的就拉开距离了 所以正是行动 一个人就是因为行动了 你才会让人跟人之间分出高低 修行的精进 使人和人之间产生了差别 你看别人好的时候 正是别人在修行的时候 台长每一天几乎都在广播电台帮别人看图腾 有一次 一个就是最近一位同修查出了一种非常罕见的淋巴流 医院说没法开刀 只有等死 半年或者一年半时间就要走人 同修呢 已经做了十一次化疗 瘦的就生八十斤了 脸色灰暗完全像个鬼一样的 后来遇到心灵法门 烧了两千多张小房子 每月放生 现在病情控制了 人也精神 体重增加到一百多斤 连医生都说这是个奇迹 我给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有一个师兄 想跟师父分享一下 他叫徐华妹师兄 然后2011年因身体不适 每天咳嗽的很厉害 走几楼都困难 然后去医院 当时检查出是 B细胞性非祸其筋零八流 这个病非常罕见的 就是等于在胸口纵格的 就是像葡萄一样 一串一串的 没办法开刀的 只能等死嘛 最后就是当活马医 然后做化疗 医生说半年到一年半就要走人的 期间这个当时这位师兄 人说的只有八十斤左右 面色灰暗 现在想起来 就像师父说的人 就是下地狱前的那种脸色 都是像鬼一样的嘛 然后在化疗11次后 从邻居那里 知道了心灵法门 开始念经许愿放生 就慢慢好起来了 到现在有2000多小房子烧下去了 每个月放生一次 然后病情控制住了 人现在也精神起来了 从每月要去化疗到现在 只要每年去医院检查一次 现在已经真的很幸运了 体重慢慢上来 现在100斤了 医生也说很奇迹嘛 这个人心肠哲灵 有菩萨保佑 我告诉你 什么流都可以搞好 是啊 他已经开始许愿吃素了 他从小就有中耳炎 会流浓 然后自从念经 就不知不觉就好了 所以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因此全家人基本都念经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坚持下去 也是非常感恩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所有帮助过 这位师兄的同修 谢谢 所以你看 就是前几天的事情 所以天天有这种信息反馈过来 说在 他是在 我是澳门的同修 叫孟孟 今天陪我先生到香港去复诊 报告显示 我先生的癌细胞已经没有了 这是奇迹 感恩大吃大悲酒骨尽 那的观世音菩萨 他说三大法宝 叫我许愿放生念经 真的很有用 真的创造了奇迹 我和先生都开心的哭了 刚刚在诊所哭的 讲不出话了 真的太开心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把这么好的法门带给我们 所以当一个人在生癌症的时候 已经是觉得很绝望 当一旦好了念经了 他真的好了之后 他会真的很感动的 这也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证明 应该 是 理念